大家好 资讯流通的时代 可能需要许多公司或同事共同作业 大部分的做法就是设定表格请大家填写后 再统一汇整 有些分类栏位 需要使用下拉选单来限制输入的资料 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更新 以至于很多发送出去的表格 因为资料更新 只好宣布作废 重新再送出 各个作业方都会造成困扰 如果可以动态更新表单下拉选项 那么作业中的资料就不需要再重新整理 只要暂停工作 并且通知管理人员 利用远端设定新的选项 并且动态更新选项到工作中的档案 工作就可以继续进行 而不是所有资料内容在搬移到新的工作表 在这个系统中已经有这些分类资料 需要系统工程师协助 将资料用很简单的页面列出 复制这个页面的连结 接着回到Excel 选取资料 点选从Web URL贴入网页连结 按下确定后 可以看到他读到的网页内容 查看每个项目 找到你需要的内容 选取后按下转换资料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网页内容读入到Power Query 注意到他的标头是自动产生 而非网页上标头 按下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头 这样就完成读入网页的设定 按下关闭并再入 网页的内容就会再入到Excel的工作表 选取公式 订阅名称 名称输入Album Type 注意名称不可以有空白 参照到选取Name这个栏位的资料 按下确定 回到我们的表格中 选取资料 点选资料验证 储存格内允许 选取清单 来源直接输入等于Album Type 按下确定就会看到下拉选单 拉动右下角的十字 将选单复制到下方资料格 如果系统中的专输形态有增加 例如在形态项目里加上Reissue Compilation 原本的工作模式 可能这些Excel档案都要重新寄送 现在只要按下全部更新 下拉选单的内容就会自动增加 如果删除形态项目 下拉选单也会减少 你会说 当资料项目变更后 还是需要一一通知使用者更新选单 并没有比较方便 其实这些外部连结可以设定当档案开启时自动更新 在查询与连线选取选单连线 按右键选择内容 勾选档案开启时自动更新 以后当档案开启就会自动更新选单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选单资料隐藏起来 避免使用者修改 这样就可以统一变更选单项目 接着我们下期再见 接着我们下期再见 让我们下期再见 天明 请带